好 各位觀眾 持續帶你來關心 中共昨天吳玉錦宣布對台灣展開環台軍演時間 是十三個小時 最後還草草結束 過程中有多達一百二十五架次的共機擾台 不過就在第一時間 總統賴清德召開了國安高層會議 沒想到卻有人刻意來批評說是在擺拍 今天上午行政院長 竹中台有最新說明 馬上帶你來聽 針對任何一個沒有事先提前獄警的演習 都是對整個區域的和平穩定 帶來相當大的困擾 中國的演習不僅在台灣的周遭 更嚴重的影響到整個國際的航權 海空方面 所以也是引起世界其他國家的注意 那台灣在這個時候 昨天早上緊急的 總統召開了國安高層會議 這是我們應該有的應對措施 如果沒有召開這種會議 我想大家的評論批評會是另外一種 那麼竟然有人會用擺拍的方式 各位如果看看我在照片裡面那張照片 我完全不知道有人在拍照片 我們是很用心在處理昨天早上 緊急發生的以及事後必須去處理的情形 所以這個會議一直進行到 將近十點鐘 從八點鐘開始 真的處理的 聽了很多的報告 總統也做了非常多的指示 當時之後我也對行政院做了一些必要的交代跟吩咐 我想這個是國家體制的正常必須 而且是負責任的運作 我希望大家能夠支持跟了解 但也希望大家能夠安心 因為從昨天一整天 好我們可以聽到 總統太表示 面對這樣的擺拍 一說他其實上是還蠻不以為意的 不過就在整個在共軍 在整個演練的過程當中 實際上總統太就強調 他們是不斷緊盯 包括經濟 股市等等的 但他表示其實台灣的經濟任性 都還蠻強韌 並沒有受到太大的影響 面對於共軍不但這樣子的破壞區域 和平的穩定 還不斷升高 衝突部分 我們都會隨時做好掌握 以上是在現場最新